欢迎收看2月5号的财经Especial 晚上好 我是威名 首先来关注股汇行情 美国企业财报报喜加上有迹象显示 美国就业市场正在复苏 带动隔夜美股大涨 令价州股市普遍走高 不过马股则是先扬后挫 在蓝筹股面对卖压之下 最终跌了6.27点 至1578.63点 后率方面 美元继续攀升 令马币沉压 兑换美元报4.0680令吉 兑换新元也下跌至3.0426令吉 接下来有企业VMY单元 随着行管令2.0延长 云顶大马属下云顶名胜世界表示 云顶高原将关闭至2月18号 除了重要的保安 消防救援 公用设施 诊所等等的基本服务之外 云顶名胜世界所有业务都将暂停营运 这也意味着该公司将错失新年旺季 实际上 分析员已经预测 这次行管令期限可能长达3个月 尽管错过了新年旺季 但云顶大马依然有机会通过下半年开张的Skywall户外主题乐园扳回一城 如果新设施无法如期启用 该公司业绩恐怕会更为惨淡 在疫情捞乱全球市场之际 大马首富郭鹤年却加快了商业王国的整合步伐 即完成了中国金融鱼和泰国家里快递上市活动之后 近期市场再传出 他接到市值达3056亿令吉的中国物流巨头 顺丰控股的橄榄枝 以私有化他属下市值超过200亿令吉的香港上市公司家里物流 路透社报道说 根据四位不具名的人事消息指出 顺丰准备向家里物流提出颇高的收购溢价 而双方最快可能会在下周宣布一项交易体验 另外彭博社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 顺丰控股正在考虑收购家里物流的20%股权 对市场消息顺丰控股并没有正面的回应 只是说计划路股某家公司已改善物流服务 但是没有透露收购对象的名称 疫情当下 周小型企业大喊吃不消 对此国家银行宣布 再加码20亿令吉的拨款给目标性复苏及援助设施 让符合资格的周小型企业申请金额不超过50万令吉的融资 同时国行也设立了2亿令吉的2021年灾难援助贷款设施 帮助受到水灾影响的周小型企业 减轻负担和恢复运作 今天财经到此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